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 在未来某年的7月2日 美国监视站发现一艘直径达数百英里的巨大飞船正在接近地球 飞船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干扰了地球的通信卫星信号 并放出了许多巨大的子飞船在地球各大城市的上空 外星飞船是地是有 人类对此一无所知 就在这时 电脑工程师David破译出了外星人发出的无线电信号 原来这是攻击的倒计时信号 他想办法通知了前妻 也就是总理的助理 但是为时一晚 很快外星人的飞船就开始攻击地球 人类文明一瞬间就遭遇了灭顶之灾 城市很快就被烧毁 大批市民无辜牺牲 总统带着剩余的人撤离到了军事基地 并指挥空军进行反击 但外星人的飞船外有一层厚厚的防护 人类的武器对他们来说就像是鸡蛋砸石头毫无作用 外星人很快再次对人类进行了攻击 不久军事基地也被摧毁 空军尚未使得分享尽办法 引诱了一架外星战斗飞艇坠毁 他爬上飞艇一拳走晕了试图反抗的外星人 并长途跋涉准备将外星人拖回基地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基地已经被毁了 中途他遇到了逃亡的幸存者们 于是带着他们来到了附近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 科学家们在那里研究了一艘50多年前坠毁的外星飞艇 致力于找出对付外星人的办法 史蒂芬带来的外星人无一为研究带来了重要的帮助 很快科学家们就开始着手研究 没想到这个外星人突然醒了过来 并杀害了科学家们 但他无法突破实验室的玻璃 总统尝试和他进行谈判 在外星人毫不留情用声波对他进行了攻击 一旁的士官只好开枪打死了外星人 总统意识到这群外星人的可怕 于是下令用核武器去反击他们 这次他们成功地击中了目标 然而这对外星人的伤害仍旧微乎其微 连核武器都拿外星人没办法 为了减少损伤 他们不得不再次撤回军队 就在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 电脑工程师David在老爸的启发下 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外星人的防御系统再厉害 那也只是用讯号来控制 只要他在这个讯息里加入病毒 那系统就会生病失效 要最快地影响到所有外星人的飞船 他们只能从外星人的母舰上下功夫 这需要一个人开着坠落的飞艇去到母舰 而且病毒的作用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这几分钟内他们必须完成所有反击 国防部长觉得这个建议十分荒谬 没想到空军尚未史蒂芬主动请求参与 说他可以开着飞艇去试一试 总统也同意了这个计划 还亲自开着战斗机去作战 但目前的问题是 他们的飞行员十分缺乏 于是他们从幸存的百姓里 征集有飞行经验的人 并联合了世界各地的军队准备进行反抗 史蒂芬和戴威开着飞艇出了基地 直奔外星人的母舰飞去 很快他们就飞进了母舰内部 里面有几百万架外星飞艇 外星人正在集合准备入侵地球 戴威迅速种好病毒并传回讯息 这次人类的武器终于击中了外星飞转 但戴威和史蒂芬在完成任务后准备返回时 被外星人给发现了 两人的飞艇一下子被控制住了 而外星人也迅速发动战斗飞艇 对人类进行反击 眼看飞弹即将用完还没摧毁飞船 就在空军准备撤退时 他们发现还剩下一枚战机配备了火力 在一个飞行员的牺牲下 外星人的飞船也遭受中了重创 而史蒂芬和戴威还被困在母舰内 戴威往外星人的控制系统里植入病毒 两人才终于得以逃脱 并留下了一枚核炸弹在母舰内部 但因为距离过近 两人的飞艇也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给影响到了 最终人类取得了胜利 但戴威和史蒂芬却失联了 不一会儿雷达测到了飞艇的讯息 众人坐车赶过去时 飞艇已经坠毁 而史蒂芬和戴威完好的向他们走来 这部电影上映于1996年 故事及外星人攻击地球和科幻英雄主义为一题 可以说在今天看来 这个剧本已经十分老套了 但在当时来说 算得上是一部科幻大片 值得一提的是里面的独立日 7月4日正好就是美国宣布独立的时间 也是这点让观众对这部电影保贬不一 但我们现在只站在观影的角度发表意见 不许评价其他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